那我们得有一个观众 跟我们这样留言 他自己本身想要自己 从中国运一些 他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来到美国 那虽然现在都有一些 邮购网 海购网 或者是网路上那些APP 其实都买得到 但是他想要他的家乡 为了这些零食 又或者是自己很喜欢的肉制品 天哪 肉制品 零食 衣服 化妆品 他想问说这一些货 哪一些是敏感货呢 如果要自己把自己的家乡味 运过来给自己自用的话 应该要怎么申报呢 具体流程有哪些呢 他很担心被海关扣掉他的货 那我一听到他上面写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应该会被扣吧 因为你是有肉制品 那肉呢当然分成鱼肉 虾肉 一般的猪肉 牛肉 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肉制品 是哪一些 那如果是真的要进来 有可能是我的一般尝试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被豁免 比较简单进来的 到底怎么样能够把他的家乡位 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从他的家乡寄来美国呢 怎么做才是对 如何报关呢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Casha天使想破脑袋 终于找到一个物流达人来做解答 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我们Jerry Joe 哈喽Jerry你好 哈喽你好 大家好 辛苦你了这么难的问题你有办法解答吗 对我先跟你讲 就是说肉制品的话呢 肉制品其实是很难进美国的 因为呢 美国对肉品的要求非常严格 基本上能进美国的肉类 其实我们属于比如说海鲜类 海鲜类是可以进美国 因为你很难去说这一条鱼 是从哪里游来的 可是肉类的话呢 进来都是需要有USDA的permit 那首先USDA的permit以外呢 一定要是核准的工厂 那工厂在要跟FDAregister 会进来的时候有个permit 所以变成是USDA跟FDA同时要核准你进来 是非常难 你像比如说你去Costco或什么 你看到了肉制品进来的 比如说牛肉干 牛肉干的话 如果你只是去Costco那些看 上面都会贴着一个USDA的label 那那个label基本上证明就是说 它其实牛肉干 虽然比如说有新东洋那些台湾的牌子 可是它都是在美国制造的 都不是在国外制造然后运进来 你会看到一些真的是生牛肉进来 比如说和牛你看到在日本 日本店啊那些在卖的 那些都是分批有申请过permit进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那个什么餐馆 吃那种200块的套餐 他就说我这是当天飞进来的 不管是和牛也好 或者是新鲜的鱼也好 它是真的合法合规 是有这个事先申请好才能进来 所以才会这么高级这么贵 因为每天飞然后他必须要有这个 呃官官的审核 然后拿到这个permit才进来嘛 是不是要私人夹带其实是违法的嘛 是不是 私人夹带你看如果你坐飞进来 他有没有带什么肉类啊 那个什么种子之类的 这些都是违法的 唯一呢你可以合法进来的话呢 比如说你坐飞机是海鲜 海鲜是可以带进来的 对那你像比如说你要用拖运进来的话 因为我们需要做那个申报的动作 那清官来讲的话 肉类第一他就已经第一个问题 就是问你说你有没有permit 当你拿不出permit的时候呢 那首先你会有罚款 再来他会说你要不你把这批货 再运回去你原本来的地方 天哪 或是你付钱给他们 他们帮你销毁 那销毁这些是小事以外呢 你的名字就会在他们的海关系统里 变得有些像个red flag 就会注明说以后如果假设这个abc公司 他有进这东西要注意 哦黑名单黑名单就来了 就像我们一般人进来的时候 他就说你带什么东西 哦你带这个月饼啊 月饼里面有没有蛋黄 现在海关都很聪明 有蛋黄也算肉类哦 这个也是违法的嘛是不是 是基本上啊 我们能带进来合法带进来的话 比如像是海鲜类 你可以合法带进来 乌鱼类就可以吗 乌鱼类嘛 也是可以因为它是也是肉制品 对啊不是肉制品 鱼那个是鱼类 鱼就可以吗 鱼就可以 好得好得 好那所以他刚刚讲的这些家乡味 有不管你要鸡肉香肠还是说只要是肉的 拜托拜托请不要以身试法 这都很可能自己会被拦下来之外呢 嘿那个你还会连累人家的这个货运公司 因为你可以要偷偷夹带没有申报 那反而也是一个更严重的事情 那另外他说的零食啊 衣服啊化妆品啊鞋子啊 这个都比较简单一点 是这样吗 呃衣服跟化妆品这些都蛮简单 你可以用是私人用的 那零食的话呢 要看你进的量是多少 比如说只一箱那还可以 嗯嗯嗯 可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都有在机 或是还蛮大量的话呢 那他就要求你要申报 那首先他会要说 你有没有工厂的FDA number 是是是 那因为呢我们知道很多家乡味 他们东西很好吃 比如说家庭式的工厂或什么的 很多都没有跟FDA申请 是哦好的好的 所以像这样子哦 如果大家想要吃自己的家乡味的话 一定要先查清楚哦 这样才能确保说你真的 呃新鲜的时候还已经拿到手 而不是被海关扣半天查半天 最后拿到手上都过期了哦